喂 喂 方丽娜轻叫两声 又伸手碰了碰同桌 喂 啊 怎么了 朱朝阳这才回过神来 他悄悄凑过来 刚才下课 你出去那会儿 是不是又被老陆叫去训话了 嗯 没有啊 我没去过办公室 我就上了个厕所 怎么老陆又有事要找我呀 方丽娜摇了摇头 没有 我猜的 我以为你被他叫去训话了呢 要不你怎么半个钟头就看着这一页 笔都没动过呢 朱朝阳尴尬的笑了一笑 不知道该怎么应的 嗯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是不是 你爸爸的事啊 啊 我爸 朱朝阳顿时紧张地看着他 方丽娜同情地看着他 暑假你家里的事 我爸都跟我说了 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嗯 王阿姨 确实对你过分了 朱朝阳勉强笑了一下 哼 我习惯了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不会的了 哼 朱朝阳的嘴角动了一下 把头转向了书本 动笔去解题目 夜自修一结束 朱朝阳连忙骑上自行车 以最快的速度往家里边冲 到了家里楼下 他左顾右盼 却没见到任何人 心中一阵害怕 这时候 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 他转过头来 这才注意到不远处 一栋建筑的阴暗角落里 缩着朴朴 他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 他急忙停好车 看了一眼四周 随后飞快的朝朴朴奔了过去 带他穿过几条小路 到了一个靠墙的隐蔽处 确认没有人之后 着急的问 怎么样了 朴朴抿着嘴 看了他片刻 一切都结束了 朱朝阳立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发生着 丰富多彩的变化 看不出是喜是忧 是悲是乐 过了好久 他大口的喘着气 似乎情绪剧烈的波动 都死了吗 死了 埋掉了 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朱朝阳抬起头来 仰天望着天上的繁星 出神了几分钟 重新的看着瀑布 告诉我 是怎么做的 瀑布将早上的事情 原原本本覆输了一遍 末了 朱朝阳长叹了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朴朴说 叔叔问我们 什么时候把相机还给他 突然听到朴朴 也喊那个男人叫叔叔 朱朝阳微微惊讶了一下 略略不安的问道 你也叫他叔叔了 朴朴 朴朴想了想 不以为然的说 我觉得他不是太坏 朱朝阳谨慎慎的说 我觉得还是要防着他一些 放心吧 现在我们和他扯平了 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了 朱朝阳思索了一下 点点头 但愿如此吧 那么你打算 什么时候把相机还给他呢 朱朝阳考虑了一会儿说 等过几个星期吧 完全风平浪静了 我就过去把相机还他 还要谢谢他这一次的帮助 其实 我最需要谢的是你 真的 岳普 我很感激你 面对他明亮的眼神 扑扑脸色微红的低了下头 没什么的 耗子呢 他害怕吗 早上我瞧他挺紧张的 还怕他弄出岔子呢 好在最后没什么 回来之后 他现在又在家里玩游戏了 朱朝阳咯咯笑着 只要有游戏玩 他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是啊 要是回孤儿院 哪能玩游戏啊 所以他也根本 无从选择 好了 现在开始 我们都要开始全新的生活 以后我们再也不要提 过去的事了 包括孤儿院 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 朴朴脸上露出温和 由衷的笑容 对 都见鬼去吧 对了 你说他们俩 埋在坟上面的空穴里 是啊 朱朝阳想了想 嗯 我想再去看一眼 算是最后一眼 普普思索了一会儿 缓缓地点点头 同情地看着他 嗯 不管怎么说 他都曾经是你爸爸 也许你过些天 心里会越来越不好受的 也许 也许会恨我 毕竟 毕竟最后是我做的 他声音逐渐小得像蚊子 不可能的 朱朝阳极其坚决地摇头 认真地看着他 并抓住了他肩膀 你永远不要这么想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永远不会恨你 你是在帮助我 做了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很感动 与其说是你 其实是我亲手杀了他们 归根到底 还是他们亲手杀了他们自己 我只不过 再去看最后一眼 你不要告诉耗子和那个男人 让他们担心 我知道他们都不想再提提这件事 我这个星期天休息 一个人去看最后一眼 算是 彻底做个了断 嗯 普普重重地点了点头 与普普分手之后 朱朝阳独自缓缓地走向回家的路 他嘴上有淡淡的微笑 可是眼睛里又含着泪在哭 他走到楼下 抬头望着黑色的天空 用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声音 唱起了一首歌 我是你的骄傲吗 星期六晚上 周春宏看到儿子的房间门关着 门底缝隙透出了光亮 知道儿子还在学习 儿子学习极其用功 每次都是年级第一 所有任客老师都对他赞誉有加 尤其是数学老师 说朝阳现在的能力 不光初中数学早就学完了 高中奥数题都开始做了 如果发挥正常 初三的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不是问题 如果他拿了全国一等奖 高中肯定能保送进全市最好的校实中学 每每想起他这么一个文化程度不高 收入有限 还离了婚的普通妇女 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 他心中就充满了欣慰和自豪 别人都觉得朱朝阳是个宝 偏偏只有亲爹朱永平不上心 只宠着他现在的家庭 想到这儿 他忍不住冷哼一声 心中迸发出要给儿子更多关爱的想法 唯一的缺憾就是儿子个头像他 长不高 近两年儿子也时常表露出个子矮的苦恼 大概是青春期来了 谁都会额外注意自己的外在 周春宏从冰箱里拿出了纯牛奶 倒了满满一杯给儿子送去 他转开门 看到儿子正背着他坐在椅子里 低头奋笔急疏 连电风扇都没开 赤裸的后背上挂满了汗珠 朝阳喝杯牛奶休息一下吧 他刚发声 朱朝阳突然全身一震 极度紧张的转过身来 看见是他妈妈吐了口气 妈 你进来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 吓我一跳 周春宏歉意的笑着 是你太用功了 没听到 你在做题目 他看了一眼 看到了一本笔记本上满是文字 你在写作文啊 朱朝阳轻声的应了一下 悄悄的把笔记本合了上去 那你把牛奶喝了 补盖 嗯 放下吧 我等一下会喝的 你怎么不开电风扇 这天多热呀 椅子都被你做湿了 风扇太吵了 以前你也没觉得吵啊 这次作业很多 我还有很多题没看 周春宏点了点头又问 这几天你在家 有没有接到过你爸的电话呀 朱朝阳微微一愣 没有啊 一直没打过电话 怎么了 周春宏撇了撇嘴 很是不屑的样子说 你奶奶呀 今天打了我电话 说朱永平失踪了 你说好笑不好笑啊 失 失踪了 对呀 说他这几天呀 跟婊子两个人都失踪了 厂里人找不到他们 有几件要紧的事也拖着办不了 说两个人手机都关了 你奶奶还问我 能不能联系到他们 干嘛要问你啊 就是说啊 朱永平跟婊子去哪里鬼混 我怎么知道啊 真是好笑 管他们去哪鬼混 都不管我的事 朱朝阳想了想说 他们失踪几天了 好几天了 好像说 是星期三开始 就联系不到他们了 他们那天 干嘛去了 谁知道啊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管他出了什么事 反正你爸也不关心你 我说呀 你也不要去关心他 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 还惹得被婊子 还惹得被婊子嘲笑 朱朝阳点了点头 周春宏说 好了 你也早点写完作业睡觉啊 明天你难得休息一天 出散之后啊 休息更少了 不要累着 妈 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周春宏 周春宏刚走出房门 就见朱朝阳 连忙又把门关上了 他微微感觉奇怪 到了半夜 周春宏一觉起来上厕所 发现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 他看了一眼手表 竟然已经都一点了 隐约还能听到 儿子快速写字的沙沙声 他忍不住站在门外 说了一句 朝阳 早点睡 明天写一样的 哦 我马上睡 很快 见他房间的灯关了 周春宏 这才继续回去睡觉